美国的癌症协会发布了更新之后的一份指南 新的内容建议把肺癌筛查的范围扩大到曾经吸烟的老年人 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戒烟时间有多久 这项新的指南建议将会使得超过500万人提早发现肺癌的症状 根据更新后的指南 有更多的成年人可以进行肺癌筛查 此前美国癌症协会建议对年龄在55岁至74岁 至少每年有30包吸烟时 且目前吸烟或戒烟时间少于15年的成年人 每年进行一次肺癌筛查 现在该组织表示 不论戒烟时间多久或者现在是否正在吸烟 只要过往曾经大量吸烟都应该接受肺癌筛查 更新的指南中建议 年龄在50岁至80岁 每年至少有20包吸烟时或曾经吸烟的人 都应该进行年度肺癌筛查 这一衡量指标也可以解读为 每天抽一包烟连续抽20年 或者每天抽两包烟连续抽10年的人 此外 美国癌症协会更新后的指南建议 不要将戒烟时间作为停止肺癌筛查的标准 美国癌症协会首席科学家 威廉·达胡特博士说 肺癌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 所以基本上一旦你到了60岁 你的风险就开始变得更大 因此无论是否戒烟 处于这个年龄层的曾经吸烟的人士 都应当进行筛查 肺科医生同样表示 即使戒烟时间超过了15年 只要曾经有大量的吸烟时 风险都不会停止 美国癌症协会估计 更新后的指南将将肺癌致死率降低21%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